我们在发勾手发球的时候总发不出力 就很烦 今天教大家一个乒乓小妙招 解决你勾手发球旋转不够强的问题 首先勾手发球 它的手腕是进行一个内勾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的手腕手指活动稍微有些受限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是依靠前臂加大手腕的活动范围 同时呢 在触球的瞬间 是手指和前臂进行一个转 然后呢 重心转换跟你其他的发球也是有所不同 勾手发球的重心转换 更像是左右平转 没有过多的从斜上方往斜下方的一个发力 所以当你的重心没有跟着勾手发球这样左右平转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自己的发力并不是那么的充分 而且在发勾手发球的时候要多多注意 握拍的时候呢 手指要跟球拍有一定的缝隙 保证球拍在手中的一个灵活性 本视频由亚瑟士特约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